市原书翠林透过桌游等方式 推动校园返读教育 并且关心学校通学廊道的建设 改善行川线的设置位置 移除遮挡视线的变电箱 解决学生上下学的安全隐患 那么这次我们设计的通学廊道 它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人车分道 那这样才能够确保孩子 能够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上下学 那我们看到男士鬼小 我们做了最大的改善 就是第一个我们设立了闭车弯 所有的家长汽车 都是透过这个闭车弯 来让孩子上下学 市原李嘉欣要求市府和中央合作 拓宽幼师交流道 解决幼师工业区的交通拥塞问题 他也指出荣坪路道路狭窄 造成了机车骑士跌落博侃 争取荣坪路紧速完成全线拓宽 从12米忽然变成3米到4米的道路 所以造成这个交通非常拥挤之外 而且时常发生车祸 所以希望政府把这个 所有交通的瓶颈开瓶计划 希望政府能够急速来完成 这个融坪路的这段道路 市议员周玉琴推动新建学校活动中心 并且争取经费改善设施 尤其是阳光国中小活动中心延宕多年 在增加补助后需要加速工程的招标 郑市长在卸任之前再给了差不多1500万 那张善政上任以后 张善政市长上任以后又再给了700多万 加起来有1亿多了 那这个400多坪的我们的学生的活动中心 希望在这个6月份就能够来上网发包成功 四元刘英龙追踪龙坛运动公园的改造 调整公园内静态展示的军事器材设备 要打造全灵化的特色公园 让公园变得更好玩有趣 我说早期80年代的公园 它是很具象的放这些军事设备在这边 但是它现在把它设计成很有趣的 比方说有壕沟 有碉堡 甚至我们男孩子都有当兵 比方说训练500障碍的一些高低感的元素 都有把它融入 让它更有趣 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请锁定6月3号晚间6点半播出的明代新在地情